大家好,我是Way 今天的案件由小伙伴卢不朽提供 十分感谢 今天我们事件里面的主人公 他是一个疯子 他也是一个天才 彼得·马德森于1971年出生于丹麦 他的父母是典型的老少佩 父亲比母亲大了三十多岁 在马德森六岁的时候 由于母亲过于强势 父母离异了 马德森与父亲一起生活 他的父亲是一个战争迷 对火箭、潜艇等一切军用器械都十分的着迷 而小彼得森也被父亲的这种兴趣爱好 潜移默化的影响着 上小学的时候 彼得森就表现出了对火箭燃料浓厚的兴趣 后来他开始学习工程学 甚至通过自学 掌握了制造潜艇和火箭的知识 1986年 马德森十五岁 他在自己父亲的工作室里面 制造出了他的第一个大型火箭 而这个火箭有一米高 但是发射到一百米高的上空时 便坠落了 所幸是当时并没有人员伤亡 2008年 马德森与丹麦的建筑师 科里斯蒂安冯本特森进行合作 组建了哥本哈根轨道火箭公司 在丹麦 马德森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有名的人了 很多人对他自学成才的事迹非常着迷 他的面孔更是经常出现在电视和杂志报道当中 而与一般公司不同 马德森的这个火箭公司是由一群业余火箭制造者 捐款资助而成立的 这些捐助者很多都是马德森的狂热粉丝 他们希望马德森能够制造出 探空火箭来实现载人太空旅行的愿望 而马德森也的确是一个十分有能力的人 2007年 他利用了木吉来的资金 建造出了一艘40吨的迷你潜艇 十七米长的鹦鹉罗号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建造的潜艇了 而这艘曾经轰动哥本哈根的潜艇 就是今天要讲述事件的案发现场 前面有提到 马德森经常出现在丹麦的电视报纸上 很多新闻和传记工作者 都在研究关于马德森冒险与发迹的故事 记者托马斯·德优星 曾经在2014年为马德森撰写传记 他对日德兰邮报表示 马德森对上帝和所有人都感到非常的愤怒 他很难和别人相处 他有雄心壮志 也想按自己的方式来做每一件事 或许天才的标签和独特孤僻的个性 让马德森更加的富有话题性 来自瑞典的女记者金沃尔 一直在争取马德森的采访机会 30岁的金沃尔此前曾在朝鲜 南太平洋、乌干达和海地进行一线报道 是纽约时报、卫报等知名报刊的撰稿人 终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2017年8月初 金沃尔接到了马德森的电话 在电话当中 马德森一改之前的冷漠态度 他热情地邀请了金沃尔 进行一次两个小时的海上航行采访 金沃尔欣然前往了 2017年8月10号晚上7点 金沃尔登上了UC3鹦鹉罗号 晚上8点半 一艘路过的船只拍下了金沃尔在潜艇的指挥塔里面的照片 他面带微笑 看上去很放松 到了9点左右 他给男朋友奥莱发了短信 马德森带了咖啡和饼干 我现在要下去了 我爱你 而令男朋友没有想到的是 收到这条短信之后 金沃尔便再也没有任何的消息了 8月11号凌晨 过了约定采访结束的时间 奥莱却迟迟没有等到女友回家 他发了数十条短信 也一直没有收到回复 奥莱这个时候觉得不太对劲了 于是马上报了警 上午 坏消息传来了 马德森的UC3鹦鹉罗号潜艇 在海上沉没了 一座灯塔在8月11号时时30分 发现了鹦鹉罗号 一架救援直升机 用无线电联系了马德森 30秒之后 鹦鹉罗号潜艇 在哥本哈根南部的科格湾沉没了 马德森被四名出海捕鱼的人 拉上了岸 随后被带到了德拉格港 在那里 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马德森冷静地面对镜头 他描述了潜艇沉没的最后时刻 并且将潜艇的沉没 归咎于压载舱的突然失效 在丹麦TV2电视台播出的视频里 马德森在采访中 向记者竖起了大拇指说 我很好 但是很难过 因为鹦鹉罗号沉没了 他还告诉记者 我当时正在接受一次采访 然而 压载舱发生了故障 我试图去修理它 但是后来故障越来越严重 我根本就关不上舱门了 而对于金莫尔的去向 马德森却先后给出了 三个不同的说法 起初 马德森说 自己前一天晚上 也就是8月10号晚上的 22点30分左右 已经把金莫尔送到了 雷弗沙林恩北端的 半水餐厅附近 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了 而根据餐厅老板 波比德森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 当天晚上 餐厅附近并没有出现过 金莫尔的身影 很明显 马德森在说谎 到了8月12号 马德森在审讯当中 又改了口 他告诉警方 金莫尔在潜水艇上 遇到了意外 在采访的时候 金莫尔突然被潜艇上面 70公斤重的舱门 意外地击中了头部 出于害怕 他把他的尸体 扔到了哥本哈根 以南50公里的科格海湾 8月21号 一名自行车手 在哥本哈根附近的海岸边 发现了一部分女性尸体 而令人诧异的是 尸体并不完整 只有躯干 经过DNA的检测 这个躯干的主人 正是金沃尔 警方迅速在附近海域 寻找金沃尔剩下的身体组织 直到10月6号 潜水员才找到了他的头部和腿部 而这一部分的遗体和衣服 被放在了装有金属球的袋子里面 显然是有人为了避免腐尸上浮而故意放置的 世界检测显示 金沃尔生前有被性侵的痕迹 他的私密部位和胸腔上都有刀伤 躯干上也被扎了树刀 而且尸体的情况与马德森的供述对不上 尸体的头颅并没有受到重击的痕迹 同时警方此前也对鹦鹉罗号进行了封锁测试 在舱底他们发现了大量的血迹 通过对比 血迹的主人正是金沃尔 面对种种证据 马德森再次改变了他的说辞 趁金沃尔在潜水艇上意外地吸入了一氧化碳 而他当时正在甲板上 等到发现的时候 金沃尔已经中毒身亡了 他由于害怕暴露 就肢解了尸体并且扔进了海里 马德森三番五次的改变说辞 令警方十分怀疑 警方对他进行了指控 那么要知道 丹麦是出了名的富裕和安全 暴力强奸案件都十分的少见 而金沃尔极其惨烈的死状 受到了丹麦媒体的密集报道 以及丹麦民众的热切关注 在对马德森进行审判的前一天晚上 哥本哈根市法院外就排起了长队 很多人希望第二天早上 能够在法庭上面站到有限的旁听席位 审判团队由一个三人小组组成 检察官提供的证据显示 马德森的电脑硬盘里面 存有一些残酷虐杀 肢解尸体的影片 并且在他的手机备份档案当中发现 马德森曾经在8月10号 也就是金沃尔登船前不久 观看了一段极其残忍的 女性被杀害的视频 同时检察官对马德森手机当中 已经删除的短信进行了数据恢复 短信的内容显示 他曾经邀请了另外其他三名女性 登船同游 但是都被拒绝了 他还告诉一位朋友 他策划了一场完美的谋杀 并且将谋杀称之为极大的乐趣 根据这些证据 以及马德森反复无常的证词 检察官认为 马德森可能有某种心理变态倾向的 精神病症状 检察官说 在金沃尔登船后不久 马德森就用绳索挡住了金沃尔 并且对他进行了残暴的性侵 性虐待 随后用刀割喉把他分尸抛弃 害怕东窗事发 马德森亲手破坏了自己建造的鹦鹉罗号 最终是导致了鹦鹉罗号沉船 法庭马上下令对马德森进行了精神病学评估 结果显示 他是一个自恋的精神病患者 缺乏同情心 鉴于所有的证据 法院得出结论 马德森谋杀金沃尔罪名成立 主审法官安内特伯克说道 由于丹麦没有死刑 一般的杀人罪犯 也只会被判16年监禁 而马德森被判处了终身监禁 这已经是丹麦最严重的刑罚了 在被问到为何要肢解尸体时 马德森的态度非常的冷漠 他表示 尸体不值得尊重 在被问到杀人士的心境时 他生气地说 不知道 当主审法官宣判判决结果时 马德森一动不动地坐着 他脸上微微泛红 他在黑色T恤外面 还穿了一件黑色的运动夹克 和浅灰色的裤子 没有戴眼镜 盯着防守队员的桌子 若有所思 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原本 金威尔即将和男朋友搬到中国北京生活 这是他离开之前的最后一篇要写的故事 却再也无法完成了 判决完成之后 马德森被送往了赫斯特德斯特监狱服刑 时间来到了2020年 也就是今年 就是在上一个月 当这个案件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时 彼得马德森的名字 又再一次地出现在了丹麦的各大报纸头条 他越狱了 赫斯特德斯特监狱 是丹麦安保系数最高的监狱了 里面关押着161名重刑犯 其中有很多都是精神病患者 因此监狱呢 会定期地提供精神心理疏导服务 同时 作为发达国家 丹麦监狱以非常轻松的内部环境闻名 囚犯每周工作37个小时 就能够领到工资 每隔三周就有资格离开监狱 探望家人 还可以休病假 看电视 玩游戏 自己做饭 甚至还能在选举当中投票 2020年10月20号 一名女性心理学家来到了监狱 要例行日常的心理疏导 在经过被关押了两年多的马德森身边时 马德森突然出手将他暴力制服 随后 他掏出了一个类似枪支的物体 抵在了他的腰部 警报立即响起 玉境试图追捕马德森 但是马德森不断地挥舞他手中的枪支 我们不认为那是一把枪 但是他看起来 确实很像是一把枪 哥本哈根西部警察局总警司 莫根斯·劳瑞德森 在后来的采访当中表示 鉴于马德森超强的机械制造知识 和动手能力 以及凭借一己之力 制造出了潜艇 还有他残忍的杀人分尸的过往经历 那么出于对人质的安全的担心 警察选择了撤退 马德森一路挟持人质 来到了监狱大门口 武器是如此的逼真 以至于门口的预警 不感冒任何与人质有关的风险 监狱工人工会主席 博伊德索·伦森认为 马德森的行为 对人质、囚犯 和监狱工作人员的生命 构成了威胁 决定让他走出监狱大门 出了大门的一瞬间 马德森将手中的枪支 扔到了路边的草丛当中 他随手拦下了一辆白色面包车 然后挟持了司机扬缠而去 在五分钟之后 离监狱大门半英里外 警方逼停了面包车 马德森逃进了路边的草丛当中 司机提供了一条 非常重要的情报 马德森撑自己的腰上 绑着一个炸弹 要与大家同归于境 通过望远镜观察 警方发现 马德森的腰上 的确是绑着一条腰带 还隐约地露出了电线 和方形盒子的形状 非常像是一个炸弹带 于是他们立刻调派了 拆弹小组 爆破手和警犬 来到了现场 将整个街区封锁了 狙击手和持蟹警察 也将马德森团团围住 而此时的马德森 他在干什么呢 他慢慢悠悠 夺步来到了一处 树梨旁坐了下来 他眯着眼睛 似乎是在享受着 自由的空气 他全然不顾四周的警察 在对峙了一个半小时之后 警方决定赌一把 他们赌马德森 根本就没有炸弹 而事实 也的确是如此 在逃出监狱两个小时之后 马德森被制服了 不久之后 马德森也将因为 越狱事件接受审问 这也会影响他 获得缓刑的进程 这场短暂的越狱 更像是一场闹剧 好在有镜无险 终于是收场了 有人说 马德森是一个 天生就带有魔鬼基因的人 他是天才 但是他内心呢 也住着一个魔鬼 这让我想起了 我在六月份讲过的 《百大挂底下阴谋》里的 Dr. Death 麦克尔斯万哥 他也同样是 疯子和天才的结合体 那么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一下 而受害的女记者 金沃尔 她遇害的时候 才三十岁 她的家人和朋友 为了纪念她 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还出了一本 讲她的记者生涯的书 有可能人 都会去金的主页留言 纪念她 愿使者安息 恶人最终呢 也是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也请大家保持警惕 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